大家好 欢迎来到我们的澳大利亚看天下节目 今天我们将深入探讨两个引人注目的话题 首先我们将揭露一项来自墨尔本皇家墨尔本理工大学的突破性发明 这项新技术有望消除我们下水道中近三分之一的脂肪山 这是由湿纸巾 油脂和垃圾凝结而成的块状物 造成了约40%的下水道堵塞 并让纳税人蒙受高达一亿澳元的费用 这项增薪聚安指涂层的出现 可能会彻底改变我们的下水道管理方式 让城市环境更加清洁安全 接下来我们将转向政治舞台 探讨澳大利亚驻美国大使凯文·鲁德的争议 随着特朗普政府的再次上任 鲁德的尖锐评论引起了媒体的激烈反响 甚至对澳美关系构成了威胁 我们将分析这一情况如何影响澳大利亚的外交政策 以及未来的潜在挑战 这是一场科技和政治的双重挑战 让我们一起揭开这些问题的真相 请大家继续收看详细内容 墨尔本的工程师们正默默改变着地下世界的命运 这项新发明可能终结澳大利亚下水道中 令人头疼的脂肪山 这些由湿纸巾、油脂和垃圾凝结而成的快撞物 每年吞噬着纳税人一奥元 他们仿佛是城市隐蔽的恶魔 悄悄地堵塞着下水道 皇家墨尔本理工大学的工程师们 则是要消灭这一威胁 他们的武器是一种增心聚安指涂层 专门针对混凝土中钙的释放 这也是脂肪山形成的主要成分之一 比普洛布·普拉玛尼克博士 这项创新研究的领导者 描绘了一幅未来的蓝图 一个涂层化的世界 管道不再释放钙 脂肪山的形成得以减少30% 他自信地说 这种涂层能够显著降低钙的释放 与未涂层的混凝土相比 钙的释放量减少了80% 这无疑是个颠覆性的成果 传统的下水道涂层 如氢氧化美曾被世卫救世主 但他们同时也促进了脂肪的机具 如今这项新技术 不仅能防腐蚀 还能控制脂肪山的形成 将它与现有的管道完美结合 这些工程师与当地水务公司合作 让这项技术在真实世界中运行 普拉玛尼克博士 对这项发明的潜力充满期待 下一步是优化 然后我们可以考虑大规模实施 在维多利亚州吉朗 一个深埋地下30米的脂肪山 即将被清理 这是巴尔温水务公司 每年60万澳元下水道维护费的一部分 大卫、斯纳登 巴尔温水务公司的发言人 描绘了湿纸巾、纸巾和垃圾混杂的场景 这些堵塞的恶果 不仅对环境有害 还带来昂贵的维修成本 而在政治舞台上 前总理凯文、鲁德的话语 如同一旦激起千层浪 鲁德在社交媒体上 对特朗普及其支持者 表达了尖锐的批评 直言不讳的指责 特朗普是西方的叛徒 并批评莫多克的媒体帝国 助长了这一切 这一系列的言论 在美澳双边关系中 引发了不小的风波 鲁德强烈的立场 不仅是对特朗普不屑一顾 也在揭露着新闻集团 在全球范围内的影响力 随着选举热潮的临近 澳大利亚的政治格局 也迎来了新的动荡 昆士兰州的选举 成为联邦选举的风向标 文化战争似乎淡出了人们的视线 达顿和阿尔巴尼斯 都在谨慎分析特朗普的政治遗产 尤其是达顿 他试图通过 你比四年前过得好吗 这句话来测试选民的情绪 然而 这一策略的有效性 备受质疑 因为特朗普在某些问题上 已经与共和党主流保持距离 堕胎问题 仍然在选民心中挥之不去 而联邦联盟中一些成员 仍然坚持发声 达顿提醒他的同僚们 重点应该放在如何让澳大利亚经济更加繁荣 而不是在社会问题上纠缠不清 他表示支持女性选择的权利 并不愿意在堕胎问题上进行不必要的辩论 这让人不禁思考 在现代选举中 哪些议题才是真正能够打动选民心弦的 与此同时 技术与政治的交锋也在不断升级 澳大利亚政府与社交媒体巨头的持久战 正掀起新一轮浪潮 政府试图让这些科技公司 对其平台上出现的问题负责 但至今收效甚微 埃隆 马斯克的反击 Meta的逃脱 这些都显示出科技巨头的强大影响力 而一向旨在打击虚假信息的法案 因独立议员的反对而前景暗淡 这一切都让我们看到 无论是城市下水道中的脂肪山 还是政治舞台上的舌战 解决问题的方法 总需要勇气和创新 未来的澳大利亚将面临更多的挑战 但也将有更多的机会 脂肪山的消失 或许只是开始 随着技术和政治的进步 这个国家或许能够迎来一个 更加清洁 安全和繁荣的未来 请大家继续收看节目的六度百科 对关键内容进行背景介绍 脂肪山是一种 由脂肪组织聚集形成的病变 通常是一个或多个圆形 柔软的肿块 这些肿块可以在皮肤下的任何地方形成 但最常见于肩部 背部 手臂 大腿 和颈部 这种良性肿瘤的学名为脂肪瘤 Lypoma 并非恶性肿瘤 通常对健康没有危害 脂肪瘤的形成原因尚不完全明确 但被认为与基因遗传有关 即某些人可能具有更高的遗传倾向 形成脂肪瘤 此外 脂肪瘤的形成也可能与代谢紊乱 肝功能异常 糖尿病等相关 但这些因素并未得到广泛的科学验证 脂肪瘤在不同人群中的发生率有所不同 但普遍认为 它们在成人中比在儿童中更常见 尤其是中年和老年人 性别似乎并不是一个显著的致病因素 男性和女性的患病率大致相同 脂肪瘤通常呈现胃无痛的肿块 且生长缓慢 它们的特点是 柔软且容易在皮肤下移动 大多数脂肪瘤 不会引起疼痛或不适 除非它们压迫到神经或有特殊的生长位置 然而 某些较大的脂肪瘤 或位于特定部位的脂肪瘤 可能会对周围组织造成压迫 导致不适或功能障碍 诊断脂肪瘤 通常依靠临床检查 医生会根据肿块的触感 移动性等特征来判断 对于不确定的情况 可能需要进一步的影像学检查 如超声波 CT扫描或MRI 有时也会进行活检 来排除其他可能的恶性病变 在治疗方面 绝大多数脂肪瘤无需治疗 除非它们引起不适 疼痛或影响美观 对于需要治疗的情况 最常见的方法是手术切除 手术可以完全去除脂肪瘤 且通常不会复发 较小的脂肪瘤 也可以通过脂肪抽吸术来去除 然而 任何手术都伴随一定程度的风险 如感染或出血 应在医生的指导下慎重考虑 脂肪瘤的良性特质 意味着它们不会转变胃癌症 也不会扩散到其他身体部位 这使得它们在临床上相对不惧威胁 然而 由于脂肪瘤外观可能不美观 以及潜在的心理影响 部分患者可能选择进行治疗 以减少这些影响 总的来说 脂肪膳及脂肪瘤 是一种常见且通常无害的良性肿块 了解其性质 诊断和治疗选择 可以帮助患者 做出知情的决策 并在需要时 获得适当的医疗帮助 欢迎大家进入六度探索的辩论环节 我们从正反两个角度 对本节目进行辩论 请出我们的辩论高手 楚天书 谢奇奇 我是楚天书 我是谢奇奇 这项新发明 无疑是一个巨大的进步 脂肪扇问题 一直困扰着我们的下水道系统 这不仅是环境问题 还涉及到巨大的经济成本 这种增新聚氨纸涂层 能够有效减少脂肪扇的形成 减少高达30%的堵塞 这是值得庆祝的突破 就像亚历山大 贝尔的电话发明 改变了通信世界 我们现在有了改变 下水道管理的希望 哈哈 这种新发明听起来 不过是另一个塑料奇迹罢了 说到底 把涂层涂在管道上 真的能解决问题吗 我们应该注重源头治理 比如减少湿纸巾和油脂 进入下水道 而不是在最后的结果上做文章 就像伊卡洛斯一样 飞得太高反而会掉下来 创新有时候也会适得其反 成本 维护和长期效果 都是待考虑的问题 当然 源头治理是重要的 但从实际操作来看 改变消费者习惯 需要很长的时间 这涂层就像是科学界的消防车 在紧急情况下提供了及时缓解措施 事实上 这项技术不仅仅是短期解决方案 还能与现有技术协同作用 长远来看 能节省大量资金 历史告诉我们 井然有序的科学进步 总是能带来双重甚至多重效益 天书 你说的也许对 但你忽视了一个很重要的环节 那就是经验教训 很多技术出奇看似完美 却最终成为了昂贵的失败案例 你还记得大英博物馆 那个著名的失败工程 千禧巨蛋吗 当初设计的多么宏伟 最终却成为了巨大的财政黑洞 相似的 我们需要质疑这种涂层 在实际应用中的长期效果和成本效益比 奇奇 我绝对同意 我们需要谨慎 但这不是巨蛋的情况 这涂层已经在与水务公司合作的试验中 证明有效 而且 这不是单一解决方案 而是和现有措施的一种补充 就像爱因斯坦的相对论 补充了牛顿力学一样 我们不能因为过去的失败 而怕尝试创新 否则航空业早就停滞不前了 创新需要实验 而不是怀疑 创新固然重要 但我们也不能忽略稻草人的危险 这项技术可能像是用来吸引公众和政府注意力的表面功夫 而不是解决问题的根本所在 当然 我们应该支持有潜力的发明 但不能被科技的光环蒙蔽了双眼 忘记检查实际效益和可行性 真正的进步在于解决问题的多元化方案 而不是单一的技术突破 我是评委和李 我想对两位精彩的辩论做出评论 楚天书和谢琪琪对于新发明的探讨展现了各自的观点与思考 然而在这场辩论中 我感受到了两者立场的明显对立 也在其中看到了科技创新与实际应用之间的复杂关系 楚天书的观点明确且充满激情 他将这项新技术士为解决脂肪山问题的重大突破 并将其与历史上的伟大发明相比较 他强调了这种增新具安置图层在实际应用中的潜力 并坚信这是对当前下水道系统的一种有效补充 然而 这种过于乐观的看法 在某种程度上忽略了对技术长期可行性的怀疑 并且似乎没有充分考虑到消费者行为改变的困难性 科技的进步固然重要 但同时也需要考虑其应用的现实环境 谢琪琪则从一个更为谨慎的角度出发 质疑这项技术的实际效用与经济成本 他使用了历史案例来强调技术初期的美好愿景 与随后的失败之间的巨大落差 这使得他的论点更具说服力 他提到的源头治理问题 理应引起我们的重视 毕竟任何技术的进步都不能替代对根本问题的深入解决 谢琪琪的警醒让我们明白 在追求新技术的同时 不能忽视了全局的思考 总结来看 这场辩论充分展示了当前科技发展中存在的两难 一方面 我们渴望技术创新带来的立即改善 另一方面 我们又必须保持对新技术的质疑与分析 以避免重蹈覆辙 楚天书的激情与一些奇奇的冷静形成了鲜明对比 让我们看到了科技进步与实际应用之间的微妙平衡 科技创新不应该是孤立的实验 而应该与现实中的具体情况相结合 从而促进真正的进步 希望未来的讨论能够更加深入 并在创新与实用之间找到更好的平衡 思想先驱爆成为有洞察力的人 华尔街电视特别节目 纽约时间每天早上8点 李奇博士主持 和平评点 谢谢大家收看六度探索 这是一个由科学家 经济学家 媒体人 工程技术人员合作建立的新型媒体 网友与六度AI参与 合作完成各种内容 这些内容不能作为任何决策或法律的意见 这是一个新型的试验性媒体方式 我们希望得到大家的支持 修正错误 网友可以参与讨论 也可以向万能的六博士提出 你能想出的任何问题 六度世界网址是六度world 请介绍给你的亲朋好友